HBL三月熱戰狼煙冉冉升起 這場女子組四強 南湖槓上勇人的比賽 南湖站得毫無招架之力 一路挨打 勇人開賽一波二十二比四的狂轟猛炸 直接告訴對手 實力並非統一檔次 最後八十二比三十六 四十八分之差 血洗南湖 我們今天我們的三十四十五十 我們的目標 我現在只是不知道我們的籃板有沒有抓到五十個 那其他的那個三十四十我們都達到了 所以今天在進攻跟防守我都很滿意 球員也都很盡力啊 何位教練口中的三十四十五十 易錦目標要贏三十分 不讓對手得分破四十五十個籃板 看似口氣甚大 卻所言不講 此戰只差兩個籃板就達標 注意看出勇人強勢衛冕後座的決心 當比賽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完全很正常的 發揮出我們的水準 但是我覺得這只是第一場 對我們來說明天最重要還是明天那一場球 其實你不感覺我們今天每一個球員表現都非常的好 而且都表現非常稱職 真的很棒 這場比賽勇人可說是天龍打地虎 平均身高一七三對一六五 攻下二十一分五籃板的黃林娟表現夠強眼 但陣中一百七十八公分的看板球星陳維安 或許才是撐起球隊的關鍵人物 十一分雖然不是最多 但貢獻九籃板 六抄截外帶四火鍋 優然為勇人支起了一道不可攻破的防線 我覺得畢竟還沒到冠亞軍之戰嘛 所以我們只能到明天還是要謹慎 然後我們高三最後一年了 我們要對學妹們負責 然後也要對愛我們球迷人負責 也要幫助那三個學姐 然後這次的冠軍 勇人女將吃了襯托鐵額心 就是要把冠軍再次收進口袋 從預賽到四強 一路攜洗對手 狂拿十三連勝的氣勢看來 真的要問句 還有人擋得住 有人嗎 我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